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哥就是希望儿子不要忘本 也希望让台湾人更了解印尼风俗 打着印尼鼓的小学生 是印尼配偶秋喜春的儿子 看他熟练的手法就知道下了不少苦心 因为刚好学校有教 刚好妈妈也买这个鼓 所以我就学了 好玩吗 还不错啦 原来是因为秋喜春本身 就爱搜集印尼的文物 这印尼鼓也是他带来台湾的 不止如此 印尼传统歌谣秋喜春也拿来教导儿子 除了印尼配偶连印尼当地的台商也对搜集印尼文物很有兴趣 印尼能做的事情很慢 所以我太有时间了 所以我整个爪哇岛 我就绕绕绕绕 然后就收集这些东西 他们大方出界文物 在南港新移民会馆展出 包括殖民时代的古物相当珍贵 就是为了能让台湾人更了解印尼风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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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